属于宗教城市 但是各位不得不了解 绝对不能自杀 自杀的果报是怎么样 我跟你讲 今天你从酒楼跳下来 心情不好 课业压力大跳下来 明天早上九点你还在跳一次 后天早上九点你要跳一次 自杀的人是最不孝顺的 爸爸妈妈伤心 整个社会成本 培养一个小孩子 读大学读高中 整个社会成本要付出多少 你不能决定自己的生命 生或死 因为死后有轮回 如果你这样自杀 不但会害了别人 而且自杀各位还听过一句话 抓狗铁 就是说这个自杀的人 每天要重复的自杀 他很痛苦 所以他想要抓一个来自杀 看他能不能超越那个痛苦 他反而会造更不好的行为 就像有车祸的地方 我们华人就会比较相信 那个地方有车祸 那个地方还会重复车祸 就像有人在那边制造这个车祸一样 所以这个是属于 各位没听过了 但是我只要告诉各位 千万不能有一点自杀的念头 不管你遭遇到什么事情 因为你一有这个念头或者讲出来 因为有些人吵架 我要是死了 然后那个自杀鬼就来了 我等好久啊 终于有人要自杀 然后他就附过来 他要逼你去自杀 然后他可以减低他的痛苦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我杀一只蛇的故事 我希望各位 你如果过去有杀过蛇啊杀过青蛙 那你这两天或是清明扫墓节 点香的时候 不分宗教 你要有一个惭愧心 我对不起你 然后我现在呢 我有去点灯啊 我有去做善心的好事啊 帮助非洲帮助穷人啊 我把这个力量 回向给你还你债 这个很重要啊 因为各位有会要照顾你的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也会生病 特别现在得癌症的很多 爸爸妈妈以前为了生活 他不得不杀鸡 像我妈妈 我妈妈是杀鸡 他不是杀来卖的 因为我们小时候 我们喜欢吃鸡肉 妈妈就自己养鸡 因为自己的养的鸡不去外面买 自己养的鸡 自己抓丘以泥丘给他吃 这样他就没有吃化学原料 这个叫有鸡鸡 这个有鸡的给我儿子吃呢 比较安全 我妈妈还真的对我们很好 然后他把鸡杀了以后 鸡肉给我们吃 妈妈吃什么 妈妈就 他很节俭的 那个鸡骨头他就把它敲碎 敲碎以后挖里面的骨髓来吃 儿子吃肉 我们有四个小孩 男生嘛 妈妈吃那个 结果我妈妈在 我出家也是因为我妈妈的事 我妈妈在28年前 得癌症 胆癌 离脏 胃 医生说没有用 指甲 他的指甲就会穿到肉里面去 那个叫鸡的 鸡的爪一样 所以我妈妈自己有 有因为杀鸡的一种行为反作用力 所以讲到这边各位 这一辈子千万不要 随便去杀害任何生命 念一下生命平等 尊重生命 这个非常重要 千万不要说反正蚊子咬我 啪 对你来讲养一下 对蚊子来讲是他一辈子的生命 老实说会咬人的蚊子都是母的 公的蚊子不会盯人的 那母蚊子为什么要盯呢 因为他怀孕了 他怀孕了以后他一定要去吸血 他才能够把他的卵孵出来 传宗接代 所以蚊子这辈子只盯一次血 他就离开 然后他就要死了 因为他要去传宗接代 所以如果你去考虑到 我想很多人很少人去研究这个的 无聊嘛 干嘛去研究这个 但是如果你去研究就知道 你会觉得 母蚊子真伟大 还有真可悲 就像那个鲑鱼 各位知道美国那个鲑鱼尊鱼 他这样这样这样溺游 怀孕完以后他就死了 因为他产完卵他就死了 他们的生命就是希望他的下一代可以下去 所以如果你这样去想 算了 你盯一下赶快飞走 你去 但是你可能养一下 但是不要把他给杀了 当然听起来很像很愚痴 所以我走到哪里都带一个鱼网 人家问我说师父你要捞鱼 没有啦 有蚊子 窗户打开送出去这样 但我不会打死他 为什么 尊重生命 最大的大象 最小的蚂蚁 各位 一只死掉的大象之前 还是一只活的小蚂蚁之前 活的小蚂 还有生命 所以生命不分大小 你在听我讲一个故事 注意听 有一位女仆人家里穷嘛 帮人家煮饭啊 然后他每天去帮他们煮人煮饭 结果那个那个罩 古时候是那个罩 都很多蚂蚁嘛 因为他们煮饭洗碗菜 他就会蚂蚁整条 他就点个火 慢慢烧蚂蚁 乃至地上的蚂蚁 他就用热水慢慢淋 然后呢 全部都杀死了 再来煮饭 心情很好 后来他结婚了 结婚以后 他也很快乐 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孩 那有一天 他白白胖胖的小孩 喂完母奶了 让他睡觉 他去帮主人洗衣服晒衣服 等他洗衣服晒衣服 进来的时候 吓 吓一坏 他那个白白胖胖的婴儿 整个变黑色的一团 上面是什么 蚂蚁 红蚂蚁钉在这个小孩身上 天哪 他赶快那现在怎么办 赶快用水鳞 赶快把那些蚂蚁赶走 然后救他的小孩 那个小孩哭了一天 肿得比两倍大 这样死掉了 当然你会问我 师父这样不公平 他杀蚂蚁跟小孩有关系吗 这样讲不对 因为有智慧要想得很深 你活的时候 怀孕的时间 一直杀蚂蚁 所以你生小孩物以列举 就会产生 早感一个 喜欢杀蚂蚁的小孩 投胎在你家 那这一个杀蚂蚁的小孩 因缘成熟了 身上喝完牛奶香香的 然后所有的蚂蚁 就过来把他儿子给杀死了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各位这个道理你一定要了解 所以人是生命的工程师 生命决定在行为反作用力 如果你喜欢长寿健康 请各位记住 来 不杀生 多救生命 特别是人的生命最宝贵 人有智慧 人有感情 人有意志 人可以把知识变智慧 人可以把感情变成一种平等的爱 我结过婚再来出家了 我如果没有结婚 我也不会体悟真理 因为我结婚了以后 我才知道我爱我儿子 比爱我自己爱我爸爸妈妈爱我太太超过一万倍 因为她是我的心肝宝贝 我没有结婚以前没生小孩我不知道 所以我生了小孩我变成非常的孝顺 我跟我妈说你好厉害啊 你生四个 我生一个我整个人就变了 所以我就对我妈妈非常非常的孝顺 因为我们生过小孩 所以人类有爱情 把这个爱情感情透过智慧变成平等的爱 你就没有痛苦了 所以念一下自私就是痛苦 慈悲才有快乐 自私的爱是占有的 我爱你 你不能去爱别人 不然我给你死哦 自私的爱 但是平等的爱没有痛苦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叫出家 什么叫家 家就是自私的欲望金钱占有意叫家 出家就是出离个人自私的欲望 个人自私金钱感情的占有 把自己奉献给大家叫出家 我并不是各位一定要出家 意思是说你要我学习知识 学习很多宝贵的经验 是要去服务社会大众 不是要来谈薪水的 各位将来从学校毕业 每一个老板要找的 不是那个爱钱的 每一个老板找的时候 这一位同学 哇 他是要来服务我们公司 很多老板很聪明 他要跟你interview的时候 他坐在那边 他外面坐上丢一个垃圾 你在那边进来 看你聪不聪明 会不会把垃圾捡起来 然后再来interview 有些人垃圾院不关我的事 我interview比较重要 你读第一名老板也叫你出去 因为你不懂得关心左右 你知道我们公司只来赚钱 我们公司不会进步啊 所以我想如果你要成为一个 被尊敬的人被用的人 那你现在开始服务周遭的一切 不要去伤害他 所以有几条行为 我要各位记下来 行为反作用力 捏一下 不杀生 得长寿健康 多救生命 所以希望各位 人受伤了 动物受伤了 流浪狗受伤了 我们救他 我有成立一个台湾救狗协会 我们在国际都在救 在台湾就救了四千多只了 我们在这个整个世界已经救了多少了 两万头牛 牛对人类 真的 我从小我妈妈就跟我说了 因为我没有喝牛奶长大的 我妈妈跟我说 他生到我老三没有母奶了 然后我又不喝牛奶 所以我就是吃别的 但是我妈妈还是给我交代 他说人都是喝牛奶长大的 所以以后不要吃牛肉 牛就像妈妈一样 因为妈妈没有母奶了 什么样用牛奶给你喝 所以这个道理我从小就听了 但是我等我到读书了以后 同学就带我去吃牛肉汤 哎哟 真好吃啦 那时候就忘了妈妈说 哎哟 哎哟 这个牛 后来我有一次去屠宰场看到牛被杀 我永远不再吃了 各位有没有看过牛被杀 网路上都有 那个牛被一只脚吊起来 然后割喉咙 慢慢流血 然后拿下来还没死 就扒皮切头 没有办法接受 为了 为了你三寸舌头的欲望 把我们舌头的欲望 建立在其他生命激烈的痛苦 千万不要 至少不要杀活的 那你才叫有爱心的人 一个人说 我有爱心 我有爱心 蛤 猪腿好吃 这个叫爱心 哪一天 你儿子流血了 腿被切断了 那各位 杀一只蛇的果报 我同学自杀了 我痛了25年 一只小蛇 不到80公分 我永远记着 可能也没有毒 只是它皮漂亮而已 但是它会来复仇了 杀死蚂蚁也会来复仇的 所以这一点 各位今年亲民扫墓节 你爸爸妈妈一定会带着你去拜阿公阿嬷 跟爸爸妈妈说 不要用鸡肉鸭肉鱼 因为这样 阿公也可能会投胎做鸡 如果我们希望阿公快乐 我们怎么可以把阿公的快乐 建议在其他生命的痛苦 如果其他生命痛苦 阿公怎么会快乐 那你爸爸问你 那怎么做 那我带你那一天去吃素 我们那一天去帮助老人 去救那些要被杀的生命 以这个行为影响力 让阿公升天 这样有没有道理 有 这才是道理 如果你不懂 你去抓一只猪 让你死 然后我来拜阿公 事实上是在拜你的嘴巴 然后呢 那你的阿公 为了这个事情会受苦的 所以各位 用鲜花 用水果 最好的方法 是要把这个鲜花水果拜完了 饼干 又拿去孤儿院 老人院 让这些孤儿老人吃到好吃的很营养 再把这个行为影响力给阿公阿嬷 然后爸爸妈妈也会健康 这样了解了没有 所以再背一下 来 不杀生 多放生 常吃素 记住身体不好的时候 生病很严重的时候 然后那几天不要吃肉 你会发觉很快恢复 阿公阿嬷生病的时候 那你就少吃肉 几天 乃至那天你又去 阿公有杀过鸡 你就救几只鸡 我们在马来西亚有三个 互生员 救骆驼22只 救牛 救羊 救猪 救鸡 反正送来了 给他们一个幸福的类缘 为什么 生命平等 爱护对方 这个叫慈悲的福田 就是爱护自己 各位要了解这个道理 讲到这个 特别女生 你希望皮肤更漂亮 很好看 买毛巾 肥皂 送给老人院 买毛巾 肥皂 送给修行人 不分他是神父 法师 只要他是为大家在付出的 特别你的老师 学校的老师 比如说你经常咳嗽 咳嗽不好 你明天开始倒乌龙茶 给老师喝 老师一喝 舒服啊 这个力量很大 因为爸爸妈妈对我们恩很大 叫念一下感恩的福田 老师对我们恩很大 来 尊敬的福田 所以你把这个水供养老师 然后老师喉咙舒服 那你会发觉 你搞不好就不咳嗽了 各位要懂了这个 这个世界上有三个力量改变命运 跟我背一下 智力 他力 法力 这个你一定要背 如果你要成为生命的工程师 什么叫智力 比如说 你希望你的英文成绩好一点 智力呢 那你要自己花时间多背英文 他力呢 那你对英文老师尊敬一点 开始供养茶 供养话 供养糖果 这个叫他力 什么叫法力呢 那你把你的英文笔记 乃至你送一些英文的录音带 送给贫穷 没有办法学英文 这个叫法力 法就是因果力 行为反作用力 再念一次 智力 他力 法力 你希望你写字更漂亮一点 智力 那你要用功一点 他力呢 那也就尊敬那个教你写字的人 在我们佛教是 要有智慧 念一下文书菩萨 道教叫文昌帝君 对不对 他们代表智慧会读书 那你去提醒他 法力呢 送笔给人家 各位有讲过 送笔 你要衣服漂亮 送衣服给人家 特别女生 请记住我这句话 我们佛教永远会讲 你希望你这个身体 永远不会被男生欺负 强奸 怎么办 你把你买一件漂亮的衣服 去供在观世音菩萨 去供在你尊敬的神明面前 然后把这件衣服供养完以后 送给孤儿院的女孩子穿 那你这个身体种下一个因 永远不被欺负 这个很记住哦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的爸爸阿公阿嬷生病 那你把阿公阿嬷的衣服洗干净 这个叫法力 然后呢送去老人医院 给老人医院穿到衣服 他比较健康快乐 那你阿公阿嬷的身体就比较舒服 所以刚刚讲的你希望皮肤很好很漂亮 送毛巾 送肥皂给人家 再来我问各位 你希望不要再肚子痛 拉肚子要送什么给人家 明天多买两包卫生纸送到我们学校的厕所来 让别人上厕所方便 如果你还经常拉肚子 这地方有人盖医院 孤儿院 你要捐一百块十块 告诉他说 我这个钱是帮忙盖厕所的 以后你就不会拉肚子 这样懂不懂啊 你喉咙不好 都送人家 喉糖 喉糖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法力 法力就是行为反对 自力是你自己要努力 他力 那你要去尊敬有这方面能力的人 比如说 你脾气不好 那你要特别去尊敬那个脾气好的人 叫他力 他可以教你 他可以加持你 他可以影响你 那法力呢 多供养花 多微笑 因为这个微笑很重要 你这个脸 眼睛多微笑看人 眼睛水汪汪 我那天去买眼镜 现在隐形眼镜 还有那种可以让你眼球更黑的 原来有这种东西 佛教都有 人家点灯的时候 你不失油 不失油 那个灯才会点油 你的眼球会很黑很亮 然后点灯的时候 要灯心才会有光 如果你不失灯心 深深四四双眼皮 搞不好三眼皮 双眼皮是这样来的 如果你不失整个灯座 以后你的眼睛就不用花黑黑的 眼睛特别大 所以各位 人的外表 决定在他对世界的反作用里 这个叫法力 来看前面 我前面有两本书 摆了一些牛奶 一些吃的东西 这里面有很多小孩子的名字 死亡的 甚至被堕胎的 那这一点我也要提醒各位 各位女生以后千万不能堕胎 因为堕胎 就是把自己的小孩子杀掉 那你会后悔的 因为可以投胎做人是很难得的 人才可以修行 如果堕落地狱轨道没办法修行 人才可以成佛 所以 但是 妈妈不知道我们要帮助她 但是你自己知道了 然后 所以我们永远 都给她摆在我的桌上 因为我这样可以修慈悲心 然后呢 给她点灯啊 牛奶啊 因为我觉得 一个读书人啊 如果书读很多 然后脸不会笑 很恐怖呢 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 你成就越高 你要越会微笑 越谦虚 所以我天天都带着小baby 然后来拉住我的悲心 我天天都想着我的妈妈 因为我的妈妈对我们 实在是牺牲奉献 所以以我对妈妈的态度 对小孩子的态度去对所有的生命 各位要练习 爱心 慈悲心才是世界宗教 不分你信哪一样 宗教都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自私 或是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其他人或其他生命的痛苦 这个是 永远的真理 所以 我今天讲了 第一个 各位要享受健康 不要杀生 放生 照顾老人 布施药 第二个 你要有钱 捏一下 不偷盗 常布施 那各位要广众福田 刚刚讲了三个福田 再背一下 感恩的福田 尊敬的福田 爱心的福田 这个世界上贫穷人 可怜的众生非常多 所以各位啊 偶尔 像我刚刚在学校外面撒很多米啊 我还没有进来叫先修功德啊 那些鸟啊 可以吃啊 我做这个功德也会像各位 往生的阿公阿嬷 老实说 我的儿子啊 我出家以后就不能跟他见面了 六岁半了 他好像一两年来参加法卫看过我 那各位呢 比我儿子还小 但是 我对我来讲 就像 各位就像我的儿子 搞不好上辈子是我的爸爸 我要尽力的去爱各位 这里面没有不好的动机 没有一点不好的动机 就是希望 各位好 那各位要把 爱心成为生命的习惯 但是不要把自己毁了 我们往往对好人很好 对坏人很凶 坏人不好是他的事 不要伤了你的心 了解吗 如果你把坏人的事情记在心里面 耿耿一怀 气得睡不着觉 那你不是很伤害自己吗 千万不要把包袱背的睡觉 所以这个人做坏 我们 调查一下 黑暗的地方要如何让他不要黑暗 光明就好了 这个人很坏 你要对他用爱心 用慈悲心 我们去做慈悲的事情 回向给他 记住哦 假设你的哥哥很败家子 不孝顺爸爸妈妈 然后拿你爸爸妈妈很多钱 让你爸爸妈妈气死了 你很痛苦 那你要怎么做 你跟你大哥讲了没用 那你要用大哥的名字 去点灯啊 去孝顺老人啊 买东西给你爸爸妈妈吃啊 这个影响力就会进入他的心里面 慢慢改变他 请记住这个道理 人的命运是掌控他的基因嘛 你可以让他基因改变 行为影响力 你所做的每一个行为 都会产生力量 这个力量会融入于对方 请各位记住哦 一定可以改变 你只要懂得这种生命的原理 所以今天叫生命的工程师 再捏一次 思想 引导行为 行为 创造命运 也创造了力量 那所以各位要把这个力量 像我妈妈 我妈妈因为杀鸡 所以她得癌症 所以她得癌症 我就劝我妈妈不要杀鸡 然后我跟我妈妈说 因为医生说没用了 然后我就帮我妈妈救了一千只鸡 不是乱放 租了一块地 请工人 因为我妈妈 杀了 杀也少不过一千只鸡 救那只 放在那边 然后我那时候发愿吃素 我妈妈就恢复了 后来我还发愿出家 我妈妈到现在还活着 癌细胞就没有了 医生说奇迹 最近我大哥又得癌症 我大哥是在美国 还喜欢吃肉 所以得末期癌症 从色护腺 变成脑癌 从脑癌变成眼癌 我就跟我大哥说 大哥 搬回来跟妈妈住 孝顺妈妈 陪妈妈吃素 这个就是你对最大的功德 那你过去吃什么 我帮你放 我大哥 心情最近很好 我也很好 因为他指数变零 没有癌细胞了 我妈妈心情就好 我妈妈心情好 我心情就好 各位 如果你了解这个生命的原理 就像 这杯水要变甜的 加糖就变甜的 加盐巴就变咸的 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你的思想行为主宰你自己 神是存在的 但是神可以帮助你 佛菩萨只是老师 观音菩萨 并不是你祈求他 那么你就会改变命运 但是 菩萨像妈妈一样 他一定会加持你 但是重点是 学他 你每天拿着香 一直拜校长 你也不会成绩好一点 但是 所谓拜是 如果你尊敬这个人 你就会学他 然后你就会进步 所以这些行为 来 再背一次 身体的三个行为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注意听哦 什么叫邪淫 结婚以前的性行为 就是邪淫 结婚以后的外遇 就是邪淫 邪淫的果报 生生世世感情破裂 加感情痛苦 所以现在有很多同性念的问题 同性念很值得我们同情 各位你不要看不起对方 因为他很痛苦 他的感情跟我们不一样 就像他生下来 他就有一种秘密 他很痛苦 但是为什么你会同性念 也不要怪爸爸妈妈 也不要怪老天不公平 如果今天你这个女生长得还不错 还没有结婚前乱交男朋友 以后你结婚 婚姻不可能会好 因为现世报 今天你这个男人长得很不错 然后呢随便交女朋友 给他拐去开房间睡觉 你也不会 你不要以为说 没人知道 以后你会很惨 你的太太也会有外遇 你天天会有家庭不快乐 为了感情问题很痛苦 为什么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各位 人都有欲望 但是欲望要经过控制 请问 地上的水能不能拿起来喝 不行 这个水要过滤过 干净才能喝 感情不能随便用 感情不能随便用 也不能发现你的欲望 特别现在十七八岁 我知道各位 真的是动不掉 男生实在是没办法了 男生现在像一只疯狗一样 叫他眼睛闭起来 他就要想女人没穿衣服了 什么都没想 女生口袋都放了一个 偷偷放一个帅哥的相片 我的爱人 因为人都有欲望 但是如果你欲望不控制 会伤害到你自己 所以各位 你真的控制不了 你可以提早结婚 但是不要去乱来 但是 这一句话 专心就是天才 现在各位是为了读书 才能够增加自己的智慧 服务众生的能力 你要专心 但是各位 不要再滑手机了 它会害死你 手机里面有A片 有暴力 什么欲望你都可以满足 上课就打瞌睡 晚上就精神好 这个世界变了 老师会给你气死 因为老师讲的 没有手机里面好玩 所以这个时代变了 每个人都是拜手机 叫手机宗教 什么快乐都在里面 然后因为有手机 就可以打简讯 然后就开始男女有接触 然后女人最喜欢 自拍 我有一次在机场 还有一个漂亮的女生 和尚干嘛 帮我拍一下 我很无聊 我是和尚 我还给你拍一下漂亮的事情 各位 注意听 眼睛有眼死 耳朵有耳死 你的外表再漂亮 里面都是大便 对不起 我讲真话 所以男人也不要好色 女人也不要爱漂亮 那个都是假 这是很肤浅的 一点智慧都没有 所以各位 因为心美有道德 永恒的漂亮 外表是暂时的 所以欲望更是一种冲动 如果一个女孩子知道这个男人爱你 只是因为你能够满足她的性欲 或是传宠接代 你会哭了去撞墙 但是女人偏偏就很重感情 别人跟她讲两句送她两朵花 她就心花怒放 然后呢就慢慢被她骗了 就是这样 这个世界没有真爱 我告诉你 妈妈对子女 爸爸对儿女 那有一点接近真爱 但是那还是自私的 世间的爱是条件的交换 知道吗 条件的交换 你爱我我才爱你 你不爱我 Holy C 你跟别人在一起 剪给你断 各位好色的男人 小心啊 所以世间的爱 是有条件 这里面还有报仇的 对不对 所以真爱 只有在慈悲爱心 各位 为什么这么爱她 那流浪狗你为什么不爱 孤独的老人你怎么不去爱 如果你能够转变观念 去爱孤独的人 你才会得到真爱 刚刚讲那个故事 有钱的老板 真爱了那位胖胖的女人 因为她表现出最好的 所以佛教还有一个故事 有一位很帅的皇帝 她的皇后死了 那老百姓就很担心 我们皇帝如果不再结婚 我们国家会乱 但是皇帝就是不想要结婚 后来这个皇帝出去 她心情不好 远远看到一个女人 各位印度 印度没有厕所的 印度上厕所都跑到 跑到路边就蹲下来上厕所 所以印度人不用穿裤子 她就是那个拉起来就OK了 对不对 她穿裤子不行了 然后她就看到一个女人 走了老远 那个国王在山上 那个女人怎么走这么远 她为了要上一个小号 走老远老远老远 走到中间没人 她才蹲下来 这个国王说 哎哟这个女人知道羞耻 哎呀这个女人好 那旁边的宅相听 国王居然说这个女人好 就把她带回来 国王就跟她结婚了 为什么 一个知道羞耻的女人 才是最美的 就是这样 我讲的意思是说 这个女人因为她不像随便女人 就蹲在步边 哼哩就出来了 因为她知道羞耻 所以人的道德 才是永远被爱 这样知道吗 不是你的外表 所以千万不要 跟你女朋友说 我开一步跑车来 赶快坐到我上面 跟我一起去送死 对不对 那各位 那种爱是 肤浅 幼稚 什么叫真爱 你在怎么丑 你爸爸妈妈都爱你 这有一点像 所以爱是建立在一个好的思想 好的德行 被尊敬的爱才是永恒的爱 爱不要建立在欲望上面 我有结婚 但是我结婚也不是为了欲望 因为我的 丈母娘 那一段时间有一点可怜 所以 她找我 她说希望我赶快跟她女儿结婚 她看我这个样子又会讲福建话 又蛮聪明的 又对老人很尊敬 是我丈母娘来给我求婚的 然后我这个人也是好心有好保 那我就好吧 那既然这样 那我就跟我妈妈说 我那个丈母娘很可怜 被儿子打 然后没地方跑 所以她希望我跟她女儿结婚 她要求跟我住在一起 我跟我妈妈说 我妈妈说 你好就好了 你好就好 所以我就结婚了 而且我结婚我才知道 哇 我丈母娘是大富翁啊 我从那个开始不用赚钱了 我所有公司的贷款买房子 她全部跟我还完了 全部跟我还完了 然后用我的名字去做 各种投资都发财啊 这才是我出家的意义 为什么 我就是因为太有钱而痛苦而出家了 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有钱了以后 我居然没办法帮助我妈妈不要生病 我妈妈生病 有钱只是一个方便 而不是一种生命 等我有钱了以后 我发觉 我干嘛这么 我以前我做旅行社赚的不多 但是我导房地产啊 什么沙石叶 反正都是赚了很多钱 然后我丈母娘都用我的名字去做 这个叫什么 好心有好报 真的是好心 我赌博没有一次赢过 我是云顶高原的善财童子 从来没赢过钱的 但是我就是喜欢赌 但是后来我发觉 做善事我就很快乐 做坏事我从来没有成功过 但是我后来发觉 有钱也不快乐 因为有钱太太这么爱我 然后小孩子生病 我妈妈生病 有钱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我能够让我妈妈不生病 这才重要的 所以用行为的实践 所以我讲了这么多 各位现在有感情了 男生女生都有荷尔蒙了 开始冒青春痘了 但是各位感情要调整 就像水要变成最清净的水 希望各位这一辈子有一个快乐的感情 不要有婚姻的痛苦 不要有儿女管教的痛苦 那你现在就要有道德的感情 所以不要欺骗别人 像我年轻的时候 跟一个女生很爱我 对我很好 那我不知道怎么拒绝她 又怕她伤心 我后来就演一出戏给她看 演什么 我演童戏念给她看 然后那个女孩子就离开我 然后至少我没有伤害她 因为一个女人用感情就很痛苦 然后我又怕她自杀 我就只好说我是那种人 然后她就跑掉了 我还有一次在泰国 泰国因为我做旅游乐 一个女神很爱我很爱我 然后她没有我不行 哭啊哭啊 我这个人有一点业障 女人都会找我 然后呢 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讲 后来我就跟那个女人说 我要出家了 因为我是骗她 我哪里知道出家是什么意思 我以前都不知道 因为泰国人说 如果你跟对方说你要出家了 他连碰你都不敢碰 赶快就跑掉 因为泰国人 如果你去碰出家人 你一辈子嫁不了男人 所以我家说 我就骗她说 这是善意的谎言 我要出家了 然后她就跑掉了 她在哭我 连安慰她都不行 我就安慰她都跑掉了 不能给她碰 因为我要出家了 后来好在我没骗她 我还真出家了 所以意思是说 各位男人各位女人 将来你谈恋爱了 你跟对方没有爱情 想要离开了 千万不要伤害对方 因为对一个人用感情以后 如果你去伤害她 她那种苦是一辈子的 一想到她就会苦 所以我问各位 感情是快乐还痛苦 想一下 有感情是快乐还痛苦 因为你还搞不清楚 到现在没有 苦非常苦 一个女人为什么要结婚 因为我爱上这个男人 我没有她会死 然后她就只好跟着她一辈子 你要我生两个就生两个 生三个就生三个 因为只要你不要离开我 就像我结婚了 我太太三斤半会把我摇醒 什么事你爱我吗 因为她很担心 她付出这个爱 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 就这样把心脏交给对方 你不要把我心脏弄停 那种的脆弱 就像各位的爸爸妈妈爱你 爱得要死 心肝宝贝 你走路不要跌倒 你吃饭要吃好 因为爸爸妈妈已经爱上你了 所以各位 爱是一种痛苦 知道吗 自私的爱是一种痛苦 请问 得猎杀修女快不快乐 慈悲的爱多快乐 爱穷人 爱病人 爱可怜的众生 所以我想各位 我讲这个是先跟话讲在前面 我儿子到现在没结婚 那我就问他 你现在结婚了没有 还没有 有一次他找我 那我说你为什么不结婚 我在找一份安稳的爱情 我说没有 这世间没有的 你相信好了 没有了 在漂亮的女人 她怀孕肚子大大 像大肚鱼的时候 你就不会爱他了 然后他生完小孩以后胖胖的又不化妆 那你就 那也安嘞 你就观念就改变了 然后你就去外面 晚上就不常回来了 因为你要找机会去找那个年轻的 让你有性欲的 叫性感的 所以你这样听 师父你讲话够难听 我讲的是真相 你的男朋友变胖胖又秃头 请问你爱他吗 隔壁那个那么帅 你干嘛要爱他干嘛 你的女朋友变大肚鱼 因为为了要怀孕要营养一点 然后他现在老了 皮肤没弹性了 你还会爱他吗 那个时候你就会很挣扎 我跟我同学开过会 我们大学同学开过会 他们还是有说 黄龙翔我说明你为什么要出家 我说我把出家的原因告诉你们 搞不好你们都出家了 所以当初的白雪公主 现在已经变丑小鸭了 当初的麻雀 还没有结婚以前 讲话多好听啊 麻雀结了婚各个像乌鸦 回来回来早一点回来 骂骂可以骂到天亮 所以各位女人记住 结婚以后讲话更要像麻雀一样 不要凶啊 你一凶男人就怕你 但是因为你爱他 他三斤半夜还不回来啊 他不拿钱回来你就会凶 因为凶是女人的武器 哭也是女人的武器 一哭二闹 不然我要去死了 上吊更是武器 然后那个男人就会 没跟你没兴趣了 没兴趣了 我有一个男同学啊 他女朋友来找我说要自杀 我就我就为他想 我说我就找那个男同学说 你你跟人家睡觉了 你为什么现在要抛弃他 他就讲哎呀 同学你不知道我的痛苦啊 他白天很漂亮啊 有一天晚上我跟他睡觉了 然后我起来上厕所 我一看到他吓坏了 他脸像僵尸啊 他没化妆啊 我从那时候开始性能感了 所以我就没办法 跟他在一起睡觉了 他就告诉我理由 我说男人争命苦啊 然后我就跟这个女人说 我跟你讲的理由 希望你能够接受 他说真的吗 有理由吗 我说我还是不要讲好了 因为他看你像讲师 哇他哭死了 我说这一招也不错 他就恨他然后就算了 但是那个女人为他堕胎呢 男人很坏的 对不对 骗你睡完觉了 然后你怀孕了 你把他拿掉 不然以后怎么跟你结婚呢 女孩子就为他堕胎 所以各位 千万不能堕胎 千万不能邪淫 你的感情生命才会快乐 但是如果哪一天你结婚了 你要认为 佛经说的 你跟一个男人女人结婚 爱情只占六分之一 其他你是他的姐姐 仆人 妈妈 你只能做六分之一的情人 你不要要求 24小时都是情人 男人是这样的 还没有结婚 你打电话给他 好你现在哪里我去接你 结了婚以后生了小孩 啊 干嘛 OK 除非你很有钱 他就会对你客气一点 所以我讲的叫 真相 什么叫智慧 来 看到真相 所以你对这个世间 不要要求一百分 并不是不能结婚 如果你结婚知道说 瘦瘦 反正 结婚以后 酸甜苦辣都有 那你愿意结婚 很好 但是你就要接受 这个苦 也能够把握那个小小的幸福 就像你的身体 你现在身体可以跳舞 但是到你五十岁以后 腰酸 膝盖不好 拉肚子 高血压 那个时候你会觉得 这个身体很痛苦 所以各位从年轻开始 不要摧残你的身体 不要杀身 不要吃太多肉 不要喜欢吃油 吃辣 不要太晚睡觉 没事要运动 不要滑了手机 滑到三更半夜 脖子歪掉 眼睛发红 然后脊椎骨不好 然后你到老的时候 你会后悔一辈子 第四条 背下 不妄于 跟我背来 不骗人 口才就会好 不骂人 唱歌才好听 不说是非 讲话人家喜欢听 不讲没意义的话 包括黄色笑话 说话才会清楚 舌头要绑安全带 各位要修啊 嘴巴不好啊 你讲话没人理你 爱骗人的人 讲话没有影响力 爱骂人的人 光听你讲话就跑掉了 说话不好听 唱歌不好听 喜欢背后讲是非的人 很缺德 很缺德 那以后你讲话 人家讨厌听 说话不清楚 所以各位要训练你的嘴巴 特别各位在马来西亚 把中文学好 把英文学好 把马来语学好 最好家学印度化 因为增加自己的服务能力 那你要专心 你要认真 不然啊 你不能服务世界 我想各位 你不可能想永远住在医保吧 你很希望到美国发展 到英国发展 能够去服务世界 能够去了解世界 那各位现在要 把握机会 学习 在背色 专心就是天才 少看电视 少玩手机 少聊天 少交女朋友 浪费时间 有一个原则 什么时候可以教 你准备结婚的时候 我才去教 特别女孩子听我这句话 女孩子很脆弱 如果你现在就教男朋友用感情 你会伤害到你一辈子 因为你现在不能结婚 然后这段感情一定会变化 然后你就会有一种伤心 对男人就不相信 以后你的婚姻会很痛苦 除非你现在已经要结婚了 那你用感情放下去 可以 不然现在 交交朋友就好了 好不好啊 因为男人追你 你那种不好意思 那是不要谈感情 因为谈感情你陷下去了 你现在才高中生 难道你大一就要怀孕吗 大二就要结婚了吗 因为你还有大学的生活 如果你现在就去谈恋爱 也不能专心了 问题就来了 而且这个男人 他也没有资格跟你结婚 他现在不过是一个学生 他也没有养家的能力 如果他家很有钱 对你也不是很好 为什么 那你去那边 妈妈疼你的 婆婆不见得疼你 因为人家是有钱人 所以女人有时候是吃亏的 所以在这一点 你可以交朋友 你可以了解 但是现在不要陷下去 了解吗 陷下去就说 啊 我爱上他了 那你惨了 你就像一只流浪狗被捆起来 哪有人狗要被捆起来的 不自由了 因为你没有他不行 然后你这样就会跟人家睡觉 邪淫 婚前性行为 所以各位男人 结婚以后 绝对不要对不起老婆 好不好 不然没资格结婚 没资格结婚 所以我们佛教有办佛化婚礼 佛化婚礼不是在那边唱唱跳跳 就是两个跪在那边 男生发誓 永远不要对不起这个女人 然后再娶她 黄金戒指也没用 那可以换的 戒力才是重要 所以在辈子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骗人 不喝酒 哇 为什么不能喝酒 因为你喝酒 你的意志力很薄弱 你很容易杀生骗人 控制不了脾气 就像喝酒的人开车会撞死人 他控制不了他的意志 在这边也劝各位 不要学人家抽烟 很不道德 抽烟会污染你的肺部身体 更会污染这个空气 会得鼻炎癌 会身体不好 你的小孩子也会呼吸气管不好 因为你一直在制造 所以我今天做一个重点 来 念一下 对世界好 就是对自己好 帮助众生 才是帮助自己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行为主宰命运 思想指挥行为 所以你的思想里面有三个不好的 要把它净化掉 生命的敌人不在外面 思想里面三个不好的 像什么 念一下 贪心 称慧 鱼吃 贪心就是猪八戒 各位听过猪八戒 猪八戒 杀雾镜 孙悟空 就代表人类的贪嗔痴 猪八戒很好色的 所以要守戒律 八条戒律 杀雾镜都不孝了 面穿很難看 所以杀雾镜代表称恨心 要修禅定 孙悟空代表我们的小聪明 所以呢 被压在五指山 要悟到空 空不是没有 空是做感情的主人 不要做感情的奴隶 做身体的主人 不要做身体的奴隶 不要随顺欲望 要有智慧 所以唐三藏代表我们的本性 能够降服你的贪心 称心 鱼吃 能够控制你的身体 嘴巴心态 所以猪八戒代表我们的身体 杀雾镜代表我们的嘴巴 要控制好 孙悟空代表我们的心 要调整好 所以这样你才可以到西方取经 解决生命轮回的痛苦 但是话讲回来 请问各位 生日快不快乐 讲这句话是自私的 生日那天叫负忧母难日 有什么好庆祝的 生你都快死了 留这么多血 生日不要庆祝 生日赶快去孝顺爸爸妈妈 生日苦 生下来就会哭 生命很脆弱了 人从生到死亡的过程都是在痛苦的阶段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出家 解脱生老病死轮回的痛苦 但是你要解脱生死 主题在你的心态 不是说我自杀 杀死轮回的因 男女的欲望 男女的欲望 情欲 眼睛的欲望 有欲望就会投胎 所以各位要把 念一下 把欲望变成愿望 自私叫欲望 帮助众生叫愿望 这样了解吗 再来把感情变成慈悲 各位做生意 不要为了钱 那是自私的 自私的人生 读多少书都没意义 读书是为了服务世界 不是做医生赚大钱 不是搞教育在赚钱 所以而是增加自己的被利用价值 要发挥这种愿力 让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圆满 好 这一本里面 写得非常详细 为什么会长得高 为什么会有钱 为什么会做孤儿 为什么仆人很多 为什么会做皇帝 都在里面 重不重要啊 那这边有个图啊 就叫六道轮回 中间有三只小动物 叫代表贪嗔痴 你有贪心称慧于吃 根据你的行为善恶 就会投胎在好地方或不好地方 升天 做富贵人 下地狱或做畜生 那你就永远在六道轮回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如果你要停止轮回 刚刚讲了 要停止你内心的烦恼 贪嗔痴 要把贪嗔痴 闯为智慧悲心 那你就可以脱离轮回 甚至成为一个帮助众生的人 重不重要 好 最后还有几分钟 各位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骗人的 代表你没有去思维 你要问妈妈得爱症怎么办 爸爸心情不好忧郁症怎么办 各位这个问题你要去追 怎么样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说全部交给医生 医生只是帮助你 那各位研究真理 研究觉悟的方法 觉悟的方法叫佛法 佛法不是宗教 它只是一个方法 就像人的空气要水 任何生命都要空气跟水 研究佛法 不要去改变任何人的宗教 但是你要了解生命的原理 为什么快乐 为什么痛苦 为什么轮回生命的意义 所以生命的本质 活了就是痛苦 因为我们会生病 生老病死 生命的目的就是不要痛苦 什么叫快乐 念一下 没有痛苦就是快乐 所有的快乐就是痛苦的开始 记住这句话背下来 你去谈恋爱了 你去追求欲望 好像是快乐 世上是痛苦的开始 因为有欲望 有欲望就是痛苦 所以生命的目的就要消灭痛苦 生命的意义 帮助众生没有痛苦 就像帮着自己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们把众生都当做爸爸妈妈 把生命蟑螂蚂蚁都当做爸爸妈妈 所以佛教有四个字 念一下 普度众生 普就是没有分别的 度就是让它离开痛苦 所有生命 蟑螂蚂蚁天神地鬼 都希望它们脱离痛苦 那就成为生命的意义 好 报告到这边 谢谢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紧帮助众生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红法行程 10月23号星期六至1月1号星期一 马来西亚红法行程 10月30号星期六上午10点 马来西亚红柔 马来西亚红柔尽宗学会礼堂 佛法开示 既慈悲诗时超度法会 及码头放生 10月31号星期六下午10月1号星期六下午10月1号星期一 持债处罪1000节 马来西亚红柔尽宗学会 马来西亚红柔海淘生命基金会 极乐净土上供下师大法会 1月4号星期四至1月5号星期五澳门红法行程 1月4号星期四念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持战处罪90节 观世音菩萨书圣功德日 善喜余恶行程100万倍 上午8点半澳门地好酒店会议厅四楼 八观灾界法会 1月5号星期五日光菩萨圣诞 酒连菩萨圣诞 上午10点澳门路环码头放生 1月6号星期六至1月9号星期二香港红法行程 1月6号星期六上午10点香港优坛委上主委真善录 点灯药公祭慈悲诗实法会 1月7号星期日地藏菩萨书圣功德日 善喜余恶行程一亿倍 上午9点半至下午2点半香港北角阳子金码头海上放生 1月9号星期二念卢圣纳佛大士至菩萨 此在处罪一千节 章心大地圣诞 下午2点半香港北角陈树渠大礼堂 慈悲与智慧心灵讲座 1月11号星期四联花生大士书圣功德日 善喜余恶行程十万倍 晚上7点新殿大名讲堂佛学讲座 联络电话02-2917-8855 1月12号星期五上午10点 基隆无法王寺公送地藏金 祭慈悲超度法会 联络电话02-2423-9448 1月13号星期六董公真仙圣诞 上午8点半板桥碑院讲堂 传授菩萨界法会 联络电话02-2951-0355 1月14号星期日 念阿弥陀佛 持在处罪九十节 上午8点半板桥碑院讲堂 传授菩萨界法会 联络电话02-2951-0355 1月15号星期一 念阿弥陀佛菩萨 要上菩萨 持在处罪七千节 上午10点半桥碑院讲堂 百度母长寿法会 联络电话02-2951-0355 1月16号星期二 念释迦摩尼佛 持在处罪八千节 释迦摩尼佛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九亿倍 上午8点半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八观灾解 护生 供万灯 供万水 即甘露实时法会 联络电话03-989-9319 1月18号星期四 上午10点 桃园乐善寺 纳谷塔前空地 护生 点万灯 供万水 即慈悲实时法会 联络电话03-347-7666 03-331-0553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生命点是海淘法师2018年 日本世界遗产 高野山、比瑞山、京都古寺 继西国33所 关东观音灵场参拜之旅15天 恭请海淘法师领众 日期 4月18号星期三 至5月2号星期三 共15天 行程安排 世界遗产 高野山金刚峰寺 澳之院 前兰大塔 大阪寺院参访 比瑞山 大阪神户古寺 京都唐昭提寺 四赫县琵琶湖 宝岩寺 三重县一市 一市神宫内宫外宫 静岗县九能山东兆宫 横滨市 总池四本山等等 报名专线 请下台北生命稻草 联络电话 02-2550-9900 02-2550-9900